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 現在收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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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什麼了,今天上升了231,不是說錯了,今天上升了多少? 對呀,升了兩球多,後來下午高開,高開低一點,後來又上升,好事,好事,過完年之後,上星期一 其實上星期有個網友在我們臉書中,究竟問這個是不是奇人上升,轉頭告訴你 今天有些好少頭,接下來會說的了,上星期沒有節目了,但上星期我們也在臉書中 他說,究竟用這個隙子,好像出現了K4 我就拿了一幅圖給柳安,因為他寫在這方面專科,他就告訴我 K4又不是那支,是另外一支,但當然已經出現了K4 出現K4是什麼意思呢?即是一個轉向已經出現了 即是說,如果先前撒下來,撒下來這一陣的孤家 就已經的子彈都七七八八了,這個好友就回場了 好友就主控了這個市場,其實最主要是這個事情 所以在上星期二十六號,不是二十號,對不起 二十號的留言,我都回覆你了,請開電腦 2月二十號,那天我都發了出來,很快就讀一讀,好嗎? 什麼叫Volume Sequence 我不說了,大家可以看看 先幾集有關Volume Sequence的介紹 日線圖看到K4出現,和柳安都確認了 恆子短期見底,今天開始看什麼變化了 四幅圖,我很快就讀一讀 第一幅圖就是恆子日線圖,發現K4成交量不太大 而上星期五只是半日市,應該是連三十萬個日 但是成交量都比K4多,因為K4只有半日市 如早是成二,相對來說還比K4多 雖然今天是黑棍,但是未見成交量急增 我們就看看這幅圖,這幅圖就是剛才所講的 這幅圖,K4就是這幅圖,看到嗎?K4 看到嗎?K4,在Facebook發表出來,就是這幅圖 成交量開始大一點,然後第二天就是這幅圖,成交量不是太多 雖然是半日市,雖然接著第三天就出了些陰燭,不過成交量也不是突然太高 雖然你看到一些吞勢軍,好像很害怕,這樣又不是很害怕嗎?因為 這幅圖就是第一幅圖,第二幅圖,接著下了 第二幅圖,最重要是把一把到密,就看看恆子有沒有機會轉彎 再打下去,就是說是不是再起步這個後話 最多是贏少一點,但是最重要就是知道 究竟是不是殺下去轉彎,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幅圖就是,也是日線圖,加了這個量度寬度的AD 有來參加我們年初節目的朋友也介紹過 即是跌倒線,能夠看到市場寬度的指標 我們看到在12月中AD線上升正常 今年一月初的下跌也走勢配合 加上K4出現,AD線已經上升了,仍然健康 第二幅圖,應該是這幅圖 AD線沒錯,是剛才那幅,等一下 這幅圖,這個就是恆子的日線圖 這個應該是月線圖,就先看看 因為我寫了四幅圖出來的,那個有AD線 應該是這幅圖,沒錯 你看到這幅圖是恆子日線圖,上次做 聖明蘭講過這個,因為在日線圖 上一層就是恆子,在30199之前 那個上升在AD線是做一個距離的,所以 這個急跌去起步點,然後重新再上路 走一個很長的上升浪,破了上頂,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正常的,這個上升的AD線是很健康的,和這幅圖 是不一樣的,這幅圖反而是很平均的 跌下來之後,AD線也是下跌的,但在反彈的時候 開始上升了,但記住這幅圖已經在一星期之前 好了,第三幅圖,即是健康,強調得如何 第三就是恆子的周線圖,A與B的AD線 表現仍然合理,未有出現異樣 第三幅圖,AB,剛剛我說的AB 好了,這個就是這個周線圖 你看到A和B的AD線都是,A這個下跌 然後B這個反彈,這個應該是周線圖 在這個下跌的時候,這個AD線都是反彈,下跌的時候 縮減,然後再反彈向上,反彈升的時候 AD線圖也會上升,還未見有異漲 好了,第四, 第四, 七零年騰訊為例,唯一不好的就是 騰訊當他反彈中的成交量 一路減少,看到藍彈,藍箭水, 表示紫熟反彈,並非牛氣衝天,很有趣 現在又很有趣,騰訊去到今天, 真的今天私人讀潮水,今天他不升, 其他也會升,正常的,因為 看回成交量,不如讀第五點吧,反而 不是,工商銀行日線圖,K4出現後, 雖然成交量下跌,但是今天 看不到估計大力出手,因此 推算反彈持續,我記得 出完這個之後,第二天,工商銀行 雖然有百分之三點三, 其實有些可尋,看回第四、第五的圖 看看情況,你覺得很有趣, 這個就是騰訊, 這個是工商銀行, 出現了K4,一樣是出現K4, 反彈,但在頂部出現了陰燭,成交量很小, 所以你看到沽加的力量越來越小, 所以工商銀行之後, 那個上升也挺不錯, 另外就是, 哎呀,我有感錯了,對不起,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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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70年騰訊, 騰訊為什麼我剛才說是反彈局面呢? 這部機器,可能我按快一下,就會變成這樣了, 好,這個工商銀行,回頭去騰訊, 騰訊,沒錯,它是彈得很快, 不斷升上四百多,四百五十塊, 但是,它整個路一直在縮下去, 所以一定在頂部位也有一定阻力, 所以,如果你買剛才那些, 當日來講,20日來講, 會搞工商銀行就比騰訊更好, 這就是上個星期發表出來的東西, 你以為現在去到現在又怎麼樣, 如果今天去到恆子的日線圖, 它今天真心說不錯, 其實最近都不錯, 有個網友發表出來, 昨天在我們, 先看看,這位網友應該是, 剛才說我都放了出來, 他那一幅東西, 對了,這位, 怎麼讀呢? U封央嗎? 究竟是不是旗營一二三四? 究竟是不是在做旗營走第四? 我可以這樣說, 有點相似, 因為反彈, 然後打橫走, 然後開始突破, 不過是這樣的, 不過你一定要出些漂亮的洋燭, 我覺得才會更加均衡, 更加均衡。 上一集我都說過, 兩個禮拜前, 如果在兩個禮拜前, 即是說十天前, 差不多二四六八, 就在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如果我們要看, 即是希望整個市場上升, 有多少人要配合, 第一就是上升的時候, 成交量要上升, 第二, 比較好一點, 就是我所說的, 你不是搏浪底的, 要安全一點的, 就是等現在這個戰墜的出現, 就是MACD在底部上升了, 即是說, 意味著恆生指數, 有機會你要穩陣些撩底, 走上去指數成分股額,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 即是可以買一些重磅的東西, 但是再買了之後, 記住一定要看著它, 一定要升, 才是一個帥哥的, 即是可以再加住的條件, 當然, 第一次你可以現在去搞它, 然後你要再加住, 要等它的重磅開始升, 再加上升的時候, 再加上升的時候, 而重磅上升, 你才可以再加第二次, 那就理想了很多, 所以恆子到了現在, 在這樣的跌浪完了之後, 現在這個反彈, 我仍然當它是一隻反彈, 這個反彈, 你要升, 如何對比呢? 就是對比這一個, 即是剛才那位朋友都放了出來, 上一次其實是很類同的, 一個長升浪, 一個幅度比較大一點的下跌, 接著重新起步, 重新起步的時候, 你發覺成交量都是不大, 對比起先前, 殺下來的成交量都是相對小, 直到什麼時候呢? 你發覺直到這一幅, 即是去到這一幅, 起碼升到開始, 這一支棍是關鍵, 看到就是破了30199, 出揚足而成交量大增, 這個就是一個頗有信心的起步點, 所以說你今次這個反彈, 你也要等它在那邊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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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反彈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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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而我也是忠誠於我自己的智愛,2318,我也是買2318,我是85.85,我自己進入了貨 這個平保也是在底部出現了距離,最理想就是等MACD上回零線以上,就更加理想了 那你問為何這麼夠薑入股市場呢?因為你見到道指急跌下來,做了一個雙底形態的物體 回吐完再出一支楊竹,亦都導致底位距離了,所以如果純粹看樣子,道指可以走高一點 即是說今次撒下來,這個就是起頭,元氣是你這裡帶動的,今次由這裡收復 喘定了,重新再走過的話,我相信在港股來說,受惠的機會也是高的 好了,這個星期恆子就這樣去把道物,所以對於這位網友來說,希望是第四 所以其實不是四,應該是你標示的四,這個上升浪 但是也不要太樂觀,因為就算你這個旗抬到這裡,也可以在這些位置 縮回來這裡,在這裡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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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穿 爆穿那一下就是加住那一下,現在就還沒出現了,所以還是少住移情 上兩個星期,我在8日推介過這一隻出來 這隻也不錯,這隻也很划算的,就是這隻736 這隻就是兩週前27元叫大家去買,就是中興通訊 或者我看這部大機,736,中興通訊 763,對不起 這些電腦真是麻煩,遲了一半秒 這隻,當時叫大家買大概27元左右,為什麼會買呢? 沒錯,你看到類似頭肩頂的物體,但是這個頭肩頂的物體 在底部裡面,在這個位置出了一支下影線 不下跌,然後出了一支陽軸,其實就開始底薄 因為如果你當它是頭肩頂的時候,它的後抽 都會去到頸線,第一,第二 這些東西都可以走一個通道的,走一個上升通道 如果你將它用環線去畫支援線的時候,這些位置就穿了 但是沒有跟進,咬起來了 當然你說這個底部也沒有穿 就是說最低的24.6也沒有穿到,上次這個調整下來 最低的位置是24元,所以就出了一支陽軸 那你駁它一個大型通道,一個大概是十多二十度的上升通道 就是底薄,就是底位,而今天就出了一些大的成交量 所以你買了的可以將你的指賺提高一點 另外一個上個星期,在市場上發了出來 都比較理想一些,就是叫大家對達拉耶穎 就是對美元對日元,另外就是買黃金 另外我也發了出來,導致隨機指數已經在底部 向上走回了,所以這也是一個好指 這已經是兩天前發了出來的,上星期五的市場 所以今天的行指升上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另外新年的時間,另外強調這隻189 189年初,一開始第一天就貼這隻 只貼這隻,七個一毛多 叫大家買,破七元走,輸一毛多 今天都收得不錯,中興通,不是這個736 那是189,哎呀,真是怎麼回事呢 189東,今天升3.9% 差不多升了一成了,由年初開市 是初一,初二,初四,是吧 升到現在,升到差不多一成了,挺好的 那一隻慢慢升,升得挺漂亮的 又沒有升到那個紫線 另外一隻就是黃金,以及對達拉欣 對達拉欣是,終於而言 他又被起了一架,升完之後再升 走雞啊,下次見到一些漂亮的圖 麻煩你通知聲才可以 好吧,另外大一點的項目就是 美元對日元,這也是繼續向下看的 其實美元對日元這個巨型的通道 都已經是突破,爆穿了 我一零八幾已經轉彎了,轉彎了 沒得死,雖然我是喜歡美金,我是美金好 不過如果出過這麼大型的通道 穿了一零八二零的話 就沒有了,一直向下插 這個目標,純粹看通道高度 你說一零一順不順 純粹量度,技術分析就唯有順序 另外一隻就是黃金,黃金一直都是 在這兩星期都叫大家買 黃金也做得不錯 黃金,可以看看黃金 黃金就完結了這一節 黃金,SAU 黃金現在正在做一千三百三十八 如果在日線圖裡面做得很不錯 黃金做得很不錯,現貨金 才是一三三八 因為美元跌,黃金就要升 這個相反的關係 先前也升得很漂亮,跌了幾天 現在又開始咬上去 大致上這兩個星期,即是過年 這兩個星期大致上都是這樣 主流就是美元對日元 是一個很清晰的形態跌破了 另外就是交叉盤 交叉盤你可以考慮 對黃金和加元對日元 另外就是黃金買回去 短期裏面 另外就是黃金都沒有出現過 有一個小結論就是 就算上星期二十個推出 直至今天都沒有一個跡象 或者上次的頂是一個頂 而今次就會崩潰 當然現在反彈來講 黃金的成交還是不高的 所以還是要當它是一個調整階段 你要把它變回一個牛鼠 因為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在周線圖的成交慢慢開始向上走 起碼在增加你才可以 當這個調整到尾聲 當然用Volume Sequence的定義 當然已經出了K4 上次的下跌浪已經結束了 好了,休息一會 稍後到阿周和我一起講一下 霸財的一些技術分析的新軟件 好的,稍後見